最近幾個月,台灣發生了很多起 超商店員因為要求顧客戴口哨,而遭到攻擊的暴力事件 桃園有一名店員,甚至因此被客人拿刀給刺死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超商店員的職業風險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桃園超商店員的命案發生之後,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 因為光是今年,超商店員被攻擊的事件,就已經有好幾次了 有的被安全帽毆打,有的被丟酒瓶 有的還被顧客給花眼 一件比一件誇張,也顯示出超商店員被攻擊已經不是個案 而在這些事件傳開之後,有不少人都會把討論的焦點 放在攻擊這些店員的客人 是不是有精神疾病?為什麼沒有關起來? 社會安全網是不是破洞了? 也有人批評,都是媒體一直渲染 所以類似的事件才會連續不斷發生 不過,包含社會安全網、精神障礙的介紹 還有刑罰、爭議、媒體報導重大事件的議題等等 我們之前都已經做過不少影片討論了 所以今天,我們會把重點放在超商店員的這個職業上面 一起來看看這個超級萬能的職業,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危險? 那在開始之前,按照慣例,先來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台灣第一場,專門為YouTube影音創作者舉辦的年會 FITCOM即將登場囉! 不管你是剛踏入YouTube圈,還在努力殺出重圍 或者是已經有點成果,正在思考變遷 或其他問題的創作者 這場年會都會幫助你突破困境 明確地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這場年會由台灣新媒體影音創作者協會主辦 串聯了多位頂尖創作者 一起分享他們在內容策略、個人發展、影音趨勢 以及商業洞察的經驗和觀點 除此之外,協會還邀請到YouTube官方代表和Press Play 為大家提供最準確的平台動向和建議 如果你還不是創作者,但正在準備入行 或是有興趣了解,當然也能參加! 而這場年會將在2022年的1月12日登場 除了現場席位,也有線上影片票 可以讓大家遠端參與 目前優惠票總是在熱烈的販售當中 因為數量有限,所以有興趣的人 請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了解更詳細的活動內容後,速速報名吧! 1979 年,台灣的第一家超商開幕 是由統一企業自美國引進的統一超商 後來從日本來台的全家便利商店 還有本土的萊爾富和OK商店也相繼出現 那到去年年底,超商的數量已經增加到12000家 這幾年下來,超商所推出的商品和服務也越來越多 其中大家很有感的就是超商美食 除了早期舊有的茶葉蛋、斯樂冰、關東煮飯糰、麵包 各種便當以外,現在還多了手要印、現煮咖啡、雙麒麟 有的店,甚至還可以享用到拉麵、蒸肉圓、炸雞、蛋塔 這些現做的熱食 此外,超商提供顧客的服務也越來越多元 不但可以繳費、影印、寄包裹、購買各式各樣的票券 有些店甚至還可以沖洗相片、洗衣服、借還書 這也讓很多人讚嘆 超商店員同時要會這麼多的事情 根本就是萬能店員 也有人分享過,據說找工作的時候 有當過店員的人會比較受到青睞 那話說回來,超級多元的商品和服務 再加上都市中高密度的據點 讓遍地商店成為了台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據點的政府也發現 利用超商來推行一些公共服務,很方便 在疫情的期間 超商的責任可說是更加的重大 除了原本的工作以外 也要協助政府配發口罩、發放證行券 而有些地方的政府 甚至會讓超商成為社福據點 例如像是台南市和台中市的社會局 就和超商合作,推出了弱勢孩童的用餐計畫 發放餐券給家中經濟有困難的小朋友 讓他們在沒有營養午餐可以吃的寒暑假期間 可以到超商去兌換食物 此外,因為超商24小時營業又有架設監視器 不少政府機關和社福單位會向大眾宣導 如果在路上被人跟蹤 可以就近找一家便利商店向店員求助 某種程度來說 超商其實已經逐漸被大家納入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部分 但有點諷刺的是,這樣的協作 對於民眾和政府來說真的很方便 但對於基層的超商店員來說 卻可能因此埋下過勞或其他風險的微爆彈 超商的服務項目越多 代表店員要做的事情越繁雜 除了要服務不斷進來的客人 還得要抽時間進貨、上架打掃、清點帳目等等 處理這些比較瑣碎的營運工作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遇過 要結帳的時候,櫃台沒人 接著看到店員匆忙的從其他地方跑出來 對他們來說,常常一件事情還沒做完就被打斷 沒辦法集中精神 長時間下來,其實相當耗費體力和精神 而且工作雖然變多 店員的數量卻沒有跟著增加 除了比較尖峰的時段 會有比較多的店員同時上班以外 很多時候,店裡面都只會有一兩位的店員值班 如果客人來得比較多 幾乎是完全沒辦法休息的 甚至在下班交接之後 還要留下來把原本自己班內需要補的貨補完才能走 不過對大部分的客人來說 來超商買東西就是要速度快 對於排隊等候的忍受度也比較低 有些人看到店員在做其他事情 沒有馬上來結帳,就會質疑店員懶散 如果這個時候,店員也處於身心疲累的狀況 回應表現讓客人不滿 雙方很有可能就會起到衝突 而台灣的超商幾乎都是24小時營業 而且在大夜班的時段 通常只會排一位店員上班 可是由於大部分的貨物和包裹 都是在大夜的時段抵達 店員一個晚上要禮貨上架好幾次 還要負責清洗店裡面所有的機台 所以大夜班的忙碌和疲勞程度 完全不輸給日班 再加上夜晚又是犯罪和暴力行為比較猖瘀的時段 所以儘管大夜班的來客數比較少 但不管是工作量或是遇到危險的機率 可能都比白天來得高 也因此願意上大夜班的人很少,流動率也很高 為了要順利的營運 店長常常要找公讀生或請總部調派人力來支援 但是這些臨時的人力 對周邊的環境、治安狀況可能就比較不熟悉 也不一定會知道大概會有哪些難禪的常客 會在這個時候找上門,就比較難事先防備 我們可以發現 超商店員容易面臨威脅的因素 都和人手不足、人力不穩定、息息相關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背後其實跟超商的加盟經營模式有很大的關係 在過去台灣曾掀起一股超商的加盟熱潮 因為加盟可以直接取得總部的資源 還有經營知識,不用白手起家 對於想要創業但沒有什麼經驗 還有資金的創業者來說,提供了誘因 而且連鎖超商也常常以自己當陶嫁 還有打造屬於自己的店鋪,來吸引加盟主加入 不過有一本書叫做《血汗超商》 他指出,用加盟超商來創業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因為雖然說是創業 但門市並沒有太多的自主性 要賣什麼東西、價格多少成列的方式 甚至連招呼顧客的話術 都由總部來決定 同時一間店的營運費用 例如水電、人力、器具 甚至是商品報廢的成本 也都是由加盟主自行負擔 但他賺到的錢還必須要和總部分潤 所以光是要維持收支平衡就不容易 而且即使虧損,分店還是得要維持24小時的營運 否則就會被撤銷經營權 而在這樣的壓力下 加盟主只好縮減人力成本大量的聘用工讀生 導致人力不穩定、經常缺乏人手的狀況 也使得每個人要負擔的工作量都被提到最高 另外,由於店內的損失是由加盟主負擔的 所以大部分的分店都會規定 如果店裡面被偷竊或是有財務損失 值班的店員也要分攤賠償 而這個可能就會讓店員在碰到緊急狀況時 選擇優先保護店裡面的商品和客人 而不是自己的安全 說到這裡,我們已經大概了解 超商店員會變成高風險職業的原因 可是這些安全問題,到底要怎麼解決呢? 桃園超商店員命案發生之後 出現了許多抗議的聲音 有人認為是超商的問題 有人覺得政府也要負責 原本超商業者的許多規範 看起來對店員就不友善 政府不但沒有介入處理,還加重了店員的工作負擔 目前台灣的四大超商已經各自宣布 不再要求店員勸導民眾戴口罩 改用店內廣播或是在門口張貼提醒的方式 但業者會不會幫店員新增防護設備 又或是訂定職場防暴計畫 這些都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至於政府方面 雖然事發後有陸續給業者一些改善的建議 像是大業班改為兩人值班 幫店員配置辣椒水等等 但這些建議都沒有強制力 比較具體的改變 就重新修訂職場夜間工作安全衛生指引 並鼓勵警察多到超商用餐 提升見景率、強化警民連線系統 對此有人呼籲超商業者 應該要取消24小時營業的規定 只留一些夜間時段人比較多的分店就好 其他店可以閉門禁貨和上架工作 但不對外開放,以減少暴力發生風險 政府的部分有人認為 像是勸導失聯制或是戴口罩這樣的工作 應該由具有公權力的警察來執行 同時政府也應該要嚴格要求雇主遵守這個職案規定 而不是平常都放過沒有保護員工的雇主 等真的出事了才亡羊補牢 在進入觀點以前 我們要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這邊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志祺七七 請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能在每天晚上收到我們的影片通知 而在這邊我也要特別感謝志祺七七的所有會員 因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贊助 我們才能夠持續的運作這個頻道 讓更多人一起來討論重要的議題 真的是非常的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走得更遠 歡迎點擊這個加入 或從資訊欄的這個連結加入我們的會員 對於如何保護超商店員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思索了很久 目前各方提出來的方法 雖然都能降低一些風險 但感覺又都不夠全面 而且在現實當中的執行會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問號 像是給店員配備辣椒水護的武器 我們想到的是 如果客人依舊是失控的 甚至是奪走武器 那狀況可能會更危機 而且什麼樣的時機應該要使用 什麼樣算是正當防衛 可能也會是一個問題 再加上超商店員 普遍被教育要以客為尊的情況之下 就算手中有武器 也不一定敢拿出來用 根據政府最新版的 《職場夜間工作安全衛生指引》 裡面有規定 如果發生攻擊事件 店員可以不用負擔財務損失 而且雇主要定期的實施教育訓練 提升員工的應變能力 如果違反可以發3萬到30萬 我們認為 這其實是一個還滿不錯的方向 就像是國外有些業者 他們會教育他們的店員 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 如果遇到緊急狀況 應該先以順從 不激怒對方為原則來處理 不過我們同時也會擔心 目前這樣的指引或罰則 真的可以警惕到僱主嗎? 另外,我們覺得 超商店員被攻擊這件事情的背後 可能還有更大的結構問題 需要一起來解決 所以今天我們想來問大家 你覺得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保障超商店員的工作安全呢? A 用法律強制要求業者 深夜的時段 至少要安排兩人輪班 否則重罰 B 加強民眾的教育 好好尊重別人的辛苦 不要當奧客 C 把超商視為高風險的場所 加強遠景的巡邏頻率 聽其他留言說說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超商店員的工作幹苦談!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物流業者以及消防員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 請見多看一看不見 對,請問並且妄想看看 75瀾最億想要求